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赵薇风波后她本人首次开口,最好的季节 跟爸妈在一起聊天影言 本文主笔安宁自从赵薇主演的影视作品《还珠格格》 情深深与萌萌金华燕云等被一一下架之后 关于她的各种消息就甚消沉上 有人在分析赵薇投资过的关联公司 有人点评说赵薇的资本版图一夜倒塌 还有人说她疑似包了私人飞机 飞去法国酒庄和她的老公黄有龙会合 种种消息被传得相当有画面感 就在8月29日 女明星赵薇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突然发声 她写下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最好的季节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 就好像我自己从未长大 真好 配的图片乍一看就是普通的风景图 但在评论区下面赵薇回复网友的话里 她解释道这是北京初秋的美景 值得注意的是 赵薇是通过她本人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的账号发言的 而她在国内微博等社交平台上 无论是她自己本人 还是赵薇工作室的账号 至今仍在沉默之中 到底在赵薇身上发生了什么 各种说法都有 在赵薇自己本人不开口解释 官方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之前 所有的猜测都只在天上飞而已 如今 赵薇突然站出来发声 描述的是自己平时生活中一个简单的细节 晒出的图片也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 但却传达出了很多信号 有网友据此推断 赵薇是仍然在国内 她之所以发这样的图文信息 也是在证明自己没有出国 而是跟父母待在一起 一句好像自己从未长大 让人隐隐觉得 她也在网上 也看到了关自己的种种风波和消息 没长大的孩子 自然就不会有烦恼 长大了之后就要面对风风雨雨 赵薇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隐藏的含义却不少 从琼瑶剧还珠格格李小燕子的角色 一夜之间成为娱乐圈的顶流之一 在后来陷入种种负面新闻 介入资本的圈子 赵薇一路走来 负面新闻缠身 她交往的朋友圈子 大多非富即贵 她和老公黄有龙 还有妈妈魏奇影 多次出现在不同公司的股东名单里 以往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有人夸赵薇是商业奇才 还形容她是中国女版的巴菲特 彼时的赵薇笑着回答 其实她没有什么经商的才能 但身边这方面的朋友比较多 这话当年刘嘉玲也说过类似的 别人说刘嘉玲投资了不少房产 在商业方面经营方面 做得风生水起 刘嘉玲也是笑笑说自己不懂经商 而是身边的朋友会出言献策 如今赵薇站出来发声 相当于变相堵住了各种传闻 至少证明了以下三点 第一 她仍然安全 并没有处于失联的状态 第二 她和父母待在一起 生活的很闲适 第三 即便出演的影视作品和综艺节目 在各个平台上下架 但目前并没有官方的消息 来宣布赵薇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甚至对她有一个公开的定性 我们外人看到的只是黄晓明 杨子在迅速做切割 删除和赵薇相关的图文信息 至于后续 赵薇身上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还是静静的等待权威媒体的官宣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